議員同仁以及我們陳次還有郵董事長 議會的各位官員 請請郵董事長 徐委員你好 董事長好 很久沒有回娘家 來我們交通委員會回娘家 看看大家也順便 剛好看到老朋友 我們的郵董事長 也順便來再次的給您感謝 那麼在前一陣子 我們的中華郵政 幫我們苗栗的一個名畫家黃季泰的大作 這個泰亞族的這個文面人 來做歷史的一個記錄 讓原住民的這個一個精神 這個借著郵票來給這個泰亞人 有一個歷史做天證 在這謝謝您 那麼我是想要請教我們董事長 就是說 當然這個 中華郵政啊 跟我們的台鐵 台灣鐵路局大概也差不多 百年的老店 那時代的變遷 一直很多的新的產品出來 所以相比說我要做鐵路局 我乾脆做高鐵更快 節省時間 那相對的我們要寄個東西 我給你這個中華郵政 反而我看快遞會快一點 而且現在電子郵件啊 手機一通 事情就達到一起的效果 所以當然業務的萎縮啊 我想也是這個時空背景的 這個轉移啊 所以業務上啊 有很多郵件的這個業務 處理上是真的也是也蠻 蠻 那個難為的 那但是 就 目前就我知道 郵局的這個窗口 外面 零零種種的啊 有賣化妝品 有賣迷啊 有賣保養品啊 甚至於這個保健 東西啊 非常的多 那有非常廣大的一個 這個 通路 那這個優勢 來做一個行銷 在前一陣子啊 上個禮拜五的時候 我也 奉我們的 現場的請託 希望在立法院啊 來開一個這個 記者會 也就是行銷我們苗栗的 農特產品 包括像魚頭啦 什麼 田市啦 甚至於 年底的時候的這些 柑橘 等等的農特產品 那麼 就讓我感覺到說 現在我們 台灣的這個農特產品啊 因為這個 農委會所屬的這些 農改廠 他們都很用心的 把非常優質的這個 這個 水果 經過他們的這個 研發以後 這個 相比於水梨 以前我們去日本 第一個就要帶水梨回來 現在根本 就不用到日本去 去買水梨 台灣的水梨就 非常的優 優良 研發出來的甜色 又大又好吃 口感又好 等等的 所以 在這個優勢情況之下 很多的 就會 產品 越來越精緻 產量 越來越多 那這種的情況之下 我不曉得 中華郵政有沒有去考慮到說 跟各縣市的 政府 鄉鎮工作 甚至於農會 來結合 一方面 幫他們促銷他們的水果 二方面 又加一個 這個 通路 來替這些 辛苦工作的這些 農民來行銷 像有的很多的 優質米 有很多的水果 他們就是要搶先 那麼很多的 我知道現在很多的 這些農會 跟宅集變 配合 只要你在宅集變那邊 我要買什麼東西 他們就可以配合 他們去 來做行銷 是不是 我們尤其 也有去另類的考量說 我們也 也跟 反正大家都公部門 都是政府 能夠來幫忙 農民來 就多一個 行銷的 這個管道跟通路 跟委員報告 中華郵政這個 郵務方面 在我們怎麼樣 保持了原有的業務 同時還要拓展新業 那這個部分 拓展新業的部分 剛剛 我這樣報告 物流 網購 代售商品 就是在這樣一個精神下 這樣一個方向引導出來 那在這個 代售月瓶裡面呢 我們還加了一個 地方的農特產品 那這個就要 地方郵局 我們每一個責任中心 要跟當地的農會 要進一步的串連 因為每一個地區 它的特色 它的特別產品 或者是時節 節令 不太一樣 所以各個郵局都要做 這個我們已經特別 就是再三的 每次開會也要求 就是我們確實有 跟農會 有的是番薯 有的是文蛋 有的是柚子 有的是柿子 還有的是柑橘 這一類的東西 我們要做 可是這也牵涉到時節 另外 每一個地區 每一個地區 沒有辦法定長遠 可是他們跟農會 有這麼一個情況 那我們這個結合的時候 就是結合 我們有時候要帶他們 收這個費用 那麼就先到金流的問題 也收到資訊的控制的問題 還有牵涉到我們物流作業的人 這整體都是一套在那邊做 我們在做 那有幾個地方局做得很好 有幾個地方局 我也必須承認 還有待加強 我跟委員回報這樣 我在想說這個部分 一方面又可以增加自己的這個 這個 業務量 二方面又可以服務 這個農會 相對的 直接 讓 這個 辛苦工作的農民 多一個行銷的管道 來給 保障他們的這個一個 辛苦的工作 我想這個部分 可能真的 發點心思 好好的研發一下 這個行銷的策略 然後跟他們做一個有效的聯盟 我們會尊重委員指示 我繼續努力 那自己剛才我所提的這個 我們的這個業務 因為 當然是剛剛講的 這個電子郵線 還有宅機片 還有手機的普及等等 影響到這個業務的成長 那這兩年來 而且好像 有 不光沒有成長 還有惡化的情形 還有沒有更積極的作業 我剛剛提到這幾個都是大標題的 事實上都有實質內容 我們有啊 目標 也有策略 也有到各個局 各自責任的一個方案 做了以後 其中有一件事情 我剛剛沒提到 所有的作業 不管怎麼樣 一定都要跟我們的資訊 電腦作業 五指化的作業 一定要串接在一起 所以在這裡面 我們的資訊處 扮演了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那這個情況下 當然也配合政府的雲端做法 雲端的政策 那跟我們實際業務 會結合在一起 我借這個機會 也跟委員回報 好 另外就是請就教一下 我們郵政的這個 這個儲金的賬付 就是所謂 過去也談到過 這個重複開付 大概有一百五十萬付 那這個部分啊 就好像我們規定 只能夠一個人有一付 那當初這個 就是電腦連線啊 不是很普及的情況之下 有這些問題 那相對的 過去也有這個 有去 所有的做一個有效的整理過了 那我不曉得 這些重複開曆的 這個一百五十三萬的 這個個人賬付啊 因為現在啊 都這個犯罪手法 越來越科技化了 是不是要如何 避免這些人 遭到這個盜用啊 或不罰了 跟委員回報 現在中華郵政除惠系統裡面 只要新開戶 重複開戶的事 已經不存在 我們已經有這個 那這些還存在的 一百五十萬個是什麼 過去這些客戶 這些開戶人啊 他有時候是當兵 有時候是學生 有時候他們過去因為 在地點不同 跟他住家的情況不一樣 學生的 就是為了方便 重新開個戶 那現在來講呢 我們已經一一通通 把它已經都掌控了 重複開戶的隊友 那我們希望他 因為他上面還有點錢啊 我們希望他啊 就是你把它併戶吧 併戶呢 可是呢 現在問題他因搬家的關係 或其他的原因呢 我們找不到當事人 那這個情況下 我們會繼續努力 實際上這個量 已經都慢慢減下來 那我們會注意 只要一旦他有來 一提款 一動作的時候 我說欸 你有重複的情況 對不起 請你併戶 這個我們要繼續努力 好不好 好 謝謝 再來就是 舊教董事長 那麼最近我們 前一陣子有報導 那個媒體也有披露說 我們的這個 有出現的時候 盜領這個 這個員工啊 監守製造的情形 也就是說把自己的東西拿來 拿起來齁 就 在管理上好像也有些問題 在這個員工挪用啊 盜領啊 或者 貪獨的這 弊端裡面啊 我不曉得 我們郵政公司的內部 管理上 是不是也有 有什麼瑕疵啊 或者疲勇 公務委員報告 這個齁 這個 我必須再一次 公務委員報告 我們郵政同僚實際上都很優秀 那麼相關的法令規章作業啊 還有作業流程 SOP啊 世上多有 都很齊全的 那有些作業呢 我們就是說 整個來講啊 有時候是作業同仁啊 便宜行事了 便宜行事 今天剛剛講了 在這個我們 有時候 比如說他在這個觀光景點 賣紀念品 或者兌換台幣 一下子來了 遊覽車來了三部 一百多人 他在短時間那邊 又要買東西 又要寄遊戲 你又要這麼一下 真是嗎 在這個同仁們就便宜行事 便宜行事 你結果呢 就產生了差錯 差錯 我們現在呢 在管理上面 第一個 對不起 作業根據作業地點 作業性質 還有作業人才人員的要求 我們重新的檢討 第二個 作業流程重新再檢查一遍 第三個 在宣傳教育方面 重新要求 所以跟委員報告 我們呢 我不能講說 以後絕對不會發生 應該要有這個決心 不能再發生這類事 可是呢 管理上面 我們一定要這樣 那這裡面包括 我們呢 三級檢查制度 當事人你要複查 當事人的主管 或者作業單位的主管單位 要複查 這是第二級 然後一個中性的 完全是檢查單位的 這個是属於董事會的 到各地去定期的檢查 我現在要求他 不但定期檢查 定期檢查他會準備啊 我要不定期的抽查 所以這個 用這些方式啊 齊頭並進啊 希望把這個事情 就遏制下來 維護我們中華郵政啊 優良的傳統跟聲譽 對啊 這個部分啊 真的要好好用心 因為 這畢竟碰到的 很多的都有機會 呃 去 堅守制度的情況 讓少數的人啊 影響到整個團隊的一個 形象 我想這個得不償失 那 本身做有效的管理 像比如董事長人講 定期的去搜查啊 或者是說 有關 這個規定 你這個情形發生 那我就要 嚴懲 移送法辦 等等的 來維護自己的形象 那相對的 我不知道 好的這些 表現優異的員工 是否有給他們 公開的 呃 表揚啊 受獎啊 等等的 對 這個也是 有包 做好的 我們就要獎勵 做不好的 要吃 這個 我們每一年啊 就從 投地市 郵差 窗口 或者是哪一個 所有的作用人 都有去 左選 真選 優秀人員 選過了三年以後 三年內不能再選 所以我們就選了以後 我們有時候的 就給他 三年後不能選 就可以三年後 可以開始犯罪 三年以後就是他才有資格 再參加候選人員 不是 三年後可以繼續犯罪 對 不是 那他就靠賞 靠賞就是我們到外 好的就是要繼續啊 什麼 什麼有這種規定 什麼三年 那我這三年內 我們就開始可以 表現平平 我們希望 藉著鼓勵好的人 互相啊 觀摩 互相啊 互相影響 我的意思是 很機優的 像比如說 東西 錢掉了 我拿到了 我還時間不滅啦 或者很特殊的案件 我們都 那個解釋跟三年沒關係 董事長加油啦 是是 謝謝 謝謝我們鼓勵